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该学习的榜样 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 孝顺公婆 比如爷娘 随她宽窄 不要怨上 这是明代学者 吕进熙 在女小儿语中的教诫 意思是说 孝顺奉养公婆 要像孝顺奉养自己父母那样 无论公婆对自己怎样 都不要抱怨和哀伤 她还说 只愿自家有不适 修愿公婆男服侍 无独有偶 我们在女界 女论语等古代教女经典中 也都能发现相同的教义 古代出嫁 对于公婆尽孝 由此可见一般 远在唐朝 就有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女子 她对于盲眼婆婆的孝顺 天下少有 唐朝的时候 有一位姓李的女子 品性非常娴熟 长得又很端庄美丽 嫁给了张姓人家 这户人家家境十分贫寒 而且婆婆的脾气又很暴躁 一般人都无法忍耐 然而李氏嫁到这户人家来 却没有半句怨言 只是尽心尽力地 奉侍着婆婆 照顾着丈夫 可不幸的是 在婚后没多久 张李氏的丈夫 便因病去世了 对这个家庭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后 就好像天塌下来了似的 整个家失去了衣烤 无田 无产 甚至连吃的东西都没有 在矮破的 难以避风的房子里 只剩下张李氏 与眼盲的婆婆相依为命 由于婆婆离不开人照顾 为了能生活下去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张李氏只好扶着婆婆四处行起 每次乞讨回来后 她都会很细心地将讨来的 比较新鲜 好吃 柔软的食物 留给婆婆 并且亲自 为婆婆吃下去 倘若讨来的食物 婆婆无法吃 她便会多讨几家 希望能让婆婆吃得饱 自己 却只吃些残羹冷饭 有的时候 走了很久 讨了好几家 也讨不到什么食物 这种情况下 张李氏便会将仅有的食物 全部喂给婆婆吃 自己纵然饿着肚子 也不在乎 在她心中 只要婆婆能吃得饱 她就很欣慰 乞讨过活的日子很苦 但张李氏对婆婆的照顾 仍然非常周到 极尽她的心力 很多村民看到 也都非常赞叹她的孝心 因此 会在她来乞讨时 尽量给她一些好的食物 让她能很好的 孝顺婆婆 虽说张李氏对婆婆很孝顺 照顾很尽心 然而婆婆却是一个性子急躁又刚毙的人 每每有个不高兴 便会大声责骂张李氏 甚至还用拐杖打她 面对婆婆的打骂 不管有理没理 张李氏总是默默承受 而且张李氏 贪心婆婆生气 会气坏身体 总是好言安慰婆婆 甚至向婆婆跪下道歉 使她老人家能顺心 而她自己 再苦再难 也心甘情愿 不但脸上没有一点怨色 还对婆婆更加小心地侍奉 看到这样的情景 很多人不免会为张李氏叫苦 也有不少人劝她改嫁 可她始终都不动摇 只一心尽自己媳妇的本分 照顾好婆婆 让婆婆好好地度过晚年 张李氏才三十出头 而且长得很美丽 品德又很好 于是当地有一位富翁 很喜欢她 趁这个机会 拿了一百两银子去劝说 希望能把她取回来 张李氏听后 正言厉色地对富翁说 我宁可和婆婆一起饿死 也不会再嫁人的 以此 打断了富翁的想法 使她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尽管如此 还是有不少的青年男子 拿着银子 首饰 衣裳 前去送给她 想要以此来诱惑她 可张李氏非常气愤 把他们大骂一顿后 将这些银子 首饰 衣裳 全部都扔到地上 并把这些人都赶走了 以后的每天 张李氏依然尽心奉侍婆婆 不管多么穷苦 也不管婆婆如何打骂 仍不改颜色 细心照料 继续以乞讨来养活婆婆 不离不弃 一天 张李氏外出乞讨回来 却发现婆婆不在家中 娘会去哪儿呢 张李氏想着 走出家门四处寻找 可问了许多人 都没有结果 眼见着天空乌云密布 就要下雨了 张李氏的心中 更加焦急 情急之中 她忽然意识到 也许 婆婆去了那里 果然 在死去的丈夫坟前 婆婆独自一人 坐在那里 张李氏心头一酸 跪在了婆婆面前 娘 娘 都怪我 我真不该留下娘自己在家 娘要是走丢了 我可怎么对得起 相公的在天之灵呢 面对张李氏的懊悔哭泣 婆婆 似乎无动于衷 娘 天要下雨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说着 张李氏 就要去搀扶婆婆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走开 不要管我 我不想活了 娘 是我不好 我错了 相公 你快告诉我 该怎么做 怎么做 张李氏 再也忍不住了 放声大哭起来 这时 婆婆一只手 轻轻地 搭在了她的肩上 喃喃地说 孩子 是为娘的错 这些年 苦了你了 娘 都知道 娘今天这样做 就是不想再拖累你 希望你能再嫁个好人家呀 可你 可你咋就这么傻呀 娘 就这样 张李氏 一直照顾着婆婆 直到婆婆生病过世 婆婆去世后 她也竭尽所能 安葬好了婆婆 因为家中 无有子女 婆婆也入土为安后 张李氏 已是毫无牵挂 便薛发维尼 到寺院中 去修行念佛 当她 八十八岁的那一年 端坐念佛 面貌安详地 往生了 天故事 找上灯 立大智 做好人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会